时间到了 大家下午好 欢迎来到我们这个演讲 我是来自英特尔的郭迎春 这个演讲是一个 由IBM和英特尔合作的一个演讲 坐在下面的两位 是来自IBM的蒋鹏惠和苏俊 另外我们还有一个 来自英特尔的同事常志 他因为个人原因不能来到会场 但是他也做了很多的贡献 那我们这个演讲的题目是 通过Eastio Kepler 和智能调度实现优化的 微服务性能和可持续性 我们会覆盖这样几个话题 问题挑战和要素 Eastio和微服务 Kapler和能耗模型 接下来就是我们实现的 一个AI助力的 一个智能调度的一个算法 然后是个结论 我们先来看一下问题和挑战 微服务能够给我们 云原生的应用开发 带来灵活性和便捷性 所以微服务在云原生的领域 使用越来越广 但是微服务它天生带有 分布式的特性 其中有细利度的隔离 然后多租户的管理等等 这些都会导致能源消耗的增加 从而导致基础设施的成本更高 另外就是因为它的分布式的特性 所以导致它的微服务之间的通信 也非常的多 不仅有同一个机器上的通信 也有跨机器 跨集群的通信 这些都会引入延迟并且影响性能 那我们从环境可持续性上来看呢 因为这个微服务的这个快速的应用 已经导致 就可能会导致能耗和碳足迹的增加 这些呢也是可持续发展 需要关注的问题 所以呢就是我们需要在性能需求 和环境可持续发展中取得一个平衡 这就要求我们尽可能的去优化我们的微服务部署 能够提高这个能源的效率 并且能够在不影响性能的情况下 提高能源的效率 我们关注两个问题 一个是性能的优化 一个是能耗的优化 我们希望在性能优化和能耗优化中 找到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优的一个解 下面我来讲一下就是现状的一些要素 微服务刚才介绍过了 就是它是一个松某核的架构 并且在云原生应用的领域使用的非常广泛 服务网格呢 它能够给微服务提供流量管理 负载平衡 可观测性等功能 Eastio呢是一个开源的服务网格的一个软件 然后还有就是开普勒 开普勒是一个新兴的一个 CNCF的一个Sandbox中的一个项目 它能够提供能耗的监控 我们下面会有一些详细的介绍 这里我不多说 另外呢就是K8S的调度本身 已经是一个灵活并且可配置的一个架构 并且我们可以去插入我们自己的策略 它相对来说已经 各种策略和算法已经比较多 但是这些策略和算法的这个配置和应用 还是要我们人去做一些决策 所以说呢 我们希望能够去借助AI 来实现智能决策和自动化 因为AI这里吧 就是在我们这个IT领域 现在用IT运维领用的也比较广了 如果说AI能够助力到这个K8S的调度策略的 这个自动化的配置上去 那我们也许能取得一个更好的效果 基于这个想法呢 我们设计了这样一个系统架构 就是开普勒和伊斯特尔 它们都能够监测到一些系统的和应用的这个metrics 这些metrics通过普罗米修斯 传递给这个我们的核心组件 智能监控器 然后在智能监控器里面使用了这样一个 哦 稍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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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调度 然后在我们的智能调度里面 使用了这个AI的算法 我们会根据这个环境的情况去生成reward 然后这个reward呢 会告诉这个policy generator去生成 去调整它的这个调度的策略 调整到一个比较优的一个情况下 然后这个调整的这个策略呢 就会通过K8S的API配到ETCD里面去 然后K8S的调度通过监控ETCD的变化 然后去重新reschedule 就重新调度这个pod 重新调度完pod之后 系统进入一个新的状态 然后新的状态下又会产生这个metrics 以及新的reward 然后这样是一个循环的 这样几个循环的次数下来的话 我们就会在系统中取得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状态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架构的设想 然后呢 接下来呢就是我来讲一下 我们会介绍一下 就是刚才介绍的几个要素 再展开来介绍一下 那那个首先呢 Eastio和微服务 这个Eastio其实是大家都肯定很熟 我相信来到这儿的话 所以我就不多说 它是一个这个开源的服务网格的这样一个平台 然后它的服务代理采用的是envoi 然后呢能够给我们这个云原生的应用 带来标准通用的这个流量管理 安全管理和遥测的功能 其中遥测的功能是Eastio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 那Eastio呢就是通过生成一些服务指标来去监控的 那这些专门针对流量来说呢 它有这样一些指标 比如说像request count就是请求数 它是counter类型的 然后还有request duration就是请求的食言 它是distribution类型的 还有就比如说request size response size 就是请求大小和响应的大小 对于grpc来说呢 它也有这个消息数这样一个统计 那通过这些指标呢 我们就可以对这个应用中的这个网络的流量 有一个全局的包括到一些细节的一个 非常完整的一个图景 就能够出现在我们的 我们就能够掌握到 为了更好的去做测试呢 我们选择的是康奈尔大学开源出来的一个 微服务标准测试的一个套件 叫DeathStarBench 然后DeathStarBench呢 它有很多的workload 就是很多的负载 我们使用了这个hotel reservation这样一个负载 它是模拟了一个酒店预定系统的 一个微服务的应用 它使用的是勾浪编写 然后服务和服务之间的通信 使用的是grpc去做的通信 在我们对这个负载去做 深入的分析的时候 我们发现它 它一共有八个业务逻辑 然后有九个后台的数据服务的逻辑 数据服务的这个数据相关的服务 然后另外还有一些 基础设施支撑的这样一些服务 所以一共是十九个服务 那从这个服务的个数 以及这个就是多元性上考虑 我们认为这个hotel reservation是可以模拟一个真正的 这个微服务的一个负载的 所以我们会使用这个负载来去做测试 在我们把这个负载部署到K8S上去之后 并且启用了Eastio之后 我们就可以在Kiali里边监控到服务和服务之间的调用 以及它们的流量 那左边呢就是它的这个调用的 服务和服务之间调用的这个链路图 然后右边呢就是它的一些这个指标的一些细节信息 就是它的这个流量指标的消息 好那我下面把时间给彭惠 好谢谢盈春 刚才我们已经讲到了这个 我们在微服务当中的话遇到的问题 我们如何平衡这个能耗和这个我们的性能 然后我们刚才也介绍了其中的一个要素 是关于我们用比如说Eastio来进行这个服务网络的一些监控 而了解我们这个整个流量的这些性能 然后那接下来的话 我给大家引入另外一个要素 就是Kapler和能耗模型 那Kapler的话 这个是一个新兴的一个CNCF的项目 那么今年的话已经通过这个CNCF的review 进入Sandbox阶段 那么主要是有Red Hat的 Intel和IBM的这些同事 还有一些其他同事一块来去维护的这样一个项目 那么当然大家如果感兴趣 可以加入我们 然后一块来维护这个项目 那Kapler的话 这里头我们从这个名字里头来讲的话 我们是讲的是Kubernetes-based Eventive Power Level Exporter 所以我们也搞了一个谐音 所以取了这几个名字的首字母 然后正好跟我们的Kapler定律也比较吻合 然后我们希望能够在能耗上面有所突破 那么从设计之初的时候 我们就有三个理念 第一个是无处不在 第二是轻量级 第三个是科学 那么我们也研究过现有的很多的这些能耗的监控的工具 那么很多能耗工具蛮强大 但是可能有很多的极限性 比如说它只是X86 或者是说它只是裸机 那么实际上我们知道在云的环境下面的话 这个虚拟机还是占主流的 那么如果要是不支持这个虚拟机的能耗的这个测量的话 那么这些工具可能相对来说还是有局限性的 那么同样的话这个架构也具有很大的这个扩展性 那么扩展性的话能够支持除了这个X86 那么同样对ARM对这个S390这些的话也提供相应的支持 那么再有的话就是我们采用比较轻量级的这种EBPF的技术 然后对整个的系统进行监控的话 对系统的干扰会比较小 那么再有的话就是说 我们其实如果大家去看这个就是研究领域的话 有很多很多的PayPal 但是这个PayPal也良由不起 那么IBM研究院有很多的同事参与到这个Kepler项目上 然后从中的话也有很多的这个PayPal 已经发表的和未发表的都用到这个我们的这个产品当中去 所以整个这个能耗的模型的话相对来说还是蛮成熟的 当然了这个也是我们需要和大家同仁一块来去把它逐渐的更加完善的过程 那么Kepler这块的话简而言之的话 它主要是使用的EBPF的一个机制来去提取我们的这些CPU的instruction counter 或者是我们Linux的一些trace point 然后通过这些的话 我们有一些就是通过这个RPL直接能够获得这些能耗数据 那么有一些的话我们获得不了的话 我们从裸机上面把这些信息 从通过一些workload的加载把它放到里头去的话 形成一些模型 然后这样通过一些机器学习的方法然后训练出一些模型之后的话 再把它放到我们的这个虚拟机上面去 然后进行这个估算 所以在这块的话大家可以观察一下的话 我们这边左边的话主要是EBPF的这个流程 然后右边左边这边是EBPF来获取这个trace point或者是这些counter 然后下面的话是我们支持就很多的扩展性包括这个RPL 然后ACPI或者是我们通过这个GPU的一些这个加入器来去获取这些能耗 然后把这些能耗都放到这个Kapler楼去的话 我们通过访问Kubernetes的API的话和POD的这些信息进行关联 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获得到这些POD level的这些能耗 那么有一些的话直接的话我们就突出给这个普罗米修斯 然后任何普罗米修斯兼容的这些consumer的话就能够获得到这些能耗 那么当然刚才讲到了有一些的话是虚拟机 这样的话我们就需要一些模型 这些模型的话我们有一个model server 这个model server的话它会训练出一些模型来 或者是离线的或者在线的方式 这样的话同时的和我们的Kapler进行工作 然后形成一个我们统一的一个训练的结果 然后接下来的话进行模型的估算 然后生成我们的这些能耗 那么在这里头的话我们具体来看一下的话 从这个逻辑这边的话 那么主要的一些指令包括CPU的instruction 然后什么catch miss或者是cycle这些 那么这些的话如果支持RPL的话 本身它就这些信息就能够获得到 那么对于这个虚拟机来说的话 我刚才讲到了我如果要是没有办法使用 就KMM如果没有穿透的情况下的话 我们就需要使用这个模型的一些机制 来去对这些信息这个能耗进行一些估算 那么在这里头的话 Kapler提供出了很多的这个指标 那么这些指标的话那么既有变身我们这个 这个node的信息我们的这个pod的一些信息 那么同样的话也有一些关于就是细力度的一些contributor 或者component的一些指标 比如说我们的一些call CPU的一些等号 比如说一些oncall就是那些GPU的一些等号 包括DRAM包括IO那么这些的话都会组合在一起来给你提供一些 一些信息力度的一些这个指标 那么这样一些记录的指标的话就可能能帮助大家能够获取到这些bottel neck 然后来对这些进行一些调游 那么同样的话也会对这个kubernetes上面的不同的limed space的话进行汇总 那么下面的话就是一个这个模型服务器就是一个model server model server这边的话主要是我们讲到了 因为这个model server本身它是来去模拟我们的workload 然后采集出这些信息来应用到我们的虚拟机环境下面 所以说我们这边分成就是我们这个code的这个组成部分和这个我们的deploy的部分 那么大家可以访问我们开不了网站的话去看到我们model server的这些组件 包括我们的model server 我们的model DB就是这里头有一些很好的训练好的 那么再有的是kepler的话就是我们的主要的这个工程 那么这个工程的话可以把这个kepler的DB里头的那些训练好的一些模型的话提交给这个kepler 那么部署的时候的话可以有多种模式 那么有一些的话就是把训练的结果直接的注入到这个kepler里头去直接去使用 那么这种的话那么就不可变 再有的话就是我们可以有一些动态的一些online的一些training的过程 那么这个过程的话就比较友好 那么能够随着我们实时的这些动态的变化来获取动态的这些能好的信息 好 然后由于我们不同的这个 大家的这个计存器和计数器或者是我们采集的样力是不一样的 所以大家选择的模型可能也会不一样 比如说有一些的话只支持C group或者是 只支持这个kuplet或者是IO 就是说根据我们不同的这种workload 我们可以选择不同的server里头的这个功能级 功能特征主我们在这里头 来去使用到就是我们实际的这个能耗的估算当中去 那么在这里头的话可以选择其中的一种或者几种来进行估算 那么这里头的话也有很多的这个counter 那么在这里头的话选择的这个模型的话也是不一样的 那么最近的话我们那个有做了很大的这个扩展 那么除了这个线性的回归的方式的话 我们现在的话还有这个梯度回归的模型 然后多项式的回归的模型 可以和这个都根据不同的这个workload 来进行选择来选择不同的精度和不同的特征值 我们开普勒的这个主席的话 特意嘱咐要强调一下这个事情 所以说这个我们也做了很多的研究的工作 所以在这块的话大家可以根据不同的这个需求 来去选择不同的这个模型 那么到底说了半天了我们开普勒长的啥样 那开普勒实际上输出的就是一些metrics 但是metrics不是很友好的能够大家看到 所以我们和Graphana来结合在一起 这个Graphana这边的话就可以看到 我们根据这些这个metrics的话生成了很多的这些输出 那么这里头的话中间的这一块的话是针对于不同的这个pod 每一个pod上面的我们这个能耗的这个 这个根据时间来生成的这个火焰图 那么在这里头的话再有的话可以把它分解出来 有不同的这个contributor 刚才我刚讲的是code uncode 或者是我们的DRAM或者是IOR这些 那么接下来的话在这里头是我们 针对于不同的namespace的能耗的这个信息 那么这些信息的话可以根据这个实际的比较的话 大家可以来看到不同的这个能耗 可以看到实际上开普勒整个的开销是蛮小的 那么针对于这些的话我们一般来说只是根据这个 告诉说我们多少胶耳或者是千瓦 那么在这上面的话可以根据不同地区的poe 来去生成相应的这个我们的这个相对于煤啊 天然气水油所带来的能耗是什么样子的 那好我先停到这里然后先交给凯文 好谢谢彭惠啊 刚才银春和彭惠分别介绍了Eastio和Kepler 我想在他们两位的讲过程当中大家反复 我们最初的听到几个关键词啊 能源 资源能耗和调度 那随着技术的不断的迭代和演进 我们也在不断追问一个问题 就是在有限的系统资源下 我们能不能够完成更好的调度 从而降低能耗 我们也注意到这一个问题是越来越多的 引起了大家的探索 所以呢我们希望有一种方法可以集成已有的技术 通过智能化去解决 实时监控啊自动化来增强微服务的管理 所以接下来呢我们 在这里展开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AI助力智能调度这一话题 我们的研究和进展 那提到这个调度啊 我知道调度其实要考虑的因素很多 在这里我们把它简单的归纳为三类 包括性能因素 能耗因素还有其他因素 这里所说的其他的其他因素呢 主要是指一些环境因素 还有包括人员的因素 而这一因素呢 恰恰在我们后面的研究当中 发现是最为重要的一个因素之一 那所谓的智能调度就是我们系统的考量 上面三个种类的因素 将它们进行一个实验 从而完成调优构建和评估 再找到一个最适合的调度策略 部署到实际应用生产环境当中 这里不但涉及到对性能能耗指标的捕捉和计算 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其他因素 也就是人员因素的考量 因为我们知道调度的策略都是人为制定的 那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帮助我们去制定这个调度的策略 或者是从性能因素能耗因素 这些指标当中找到 我们相应做进行调度策略制定的一个规律 所以为了验证这个不同的调度策略 也会产生不同的影响 特别是能耗上面 我们做了两个实验 那首先呢可以看到这里面有两个示意图 这是我们实验环境当中展示了个三节点的 K8的集群 一个主节点 两个工作节点 那在所有的节点呢 我们都部署了KEPLER和ISTU 在主节点呢 我们还是部署了加压应用和智能调度逻辑 这里面的数据存储服务和业务逻辑 这些服务呢是根据调度的不同 我们部署到不同的节点当中 通过这两个场景的对比 或者是我们就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就是首先我们在第一个场景当中 我们是尝试着把使用了就是K8S的默认的调度策略 就是每个服务三个副本 然后他们会被不同的scale到不同的节点当中 那第二个场景的话 我们在设计这个策略的时候就考虑到一个问题 是不是同样的一个应用 他们保持更好的亲和性 我们可以在无论是这个数据存储服务 或者是业务逻辑服务进行一个规律 分别部署到不同的节点上会更有效 这里面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测试环境 测试环境的指标 以及我们在整个测试过程当中所使用的线程 那线程我们是从2到128 连接数也是相应的乘以时进行调整 数据呢是从2K到10K 测试时都是60秒 下面有列出了我们的测试命令 所以实验的结果就是在我下面这张图里面展现的 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两个不同的策略 其实它产生的Litency TPS 包括性能其实还是有很大不同的 那从性能方面的测试结果的区别 主要还是体现到了K8S默认场景 它的无论是P99延迟啊还是TPS啊 都是要好于第二个我们想象的这种亲核性场景 那右侧就是Grafana这个图看到的是 两个不同场景的能耗 这里面我们以为亲核性会降低的能耗 但实际上两个场景的能耗基本相同 所以做了这个实验之后就提出了一个问题 既然我们想象的策略并没有带来很明显的不同 那我们是不是有更多的策略 怎么样考虑这些其他的策略 我们甚至是不是可以应用AI上面的一些特点 能够帮助我们人员上 因素上更好地捕捉到不同的调度的策略 所以接下来我们请彭惠啊 再次回到台上给我们来讲 我们应用AI如何来增强这个智能调度的 好 谢谢凯文 刚才讲到了我们有两个场景 一个是利用K8S的默认的调度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有两个work node 那可能两个pod在一个node上 另外一个pod在另外一个node上面 然后第二个场景上面 我们把数据有的跟数据服务的放在一个node上面 然后把所有的based logic 和业务逻辑的放到了另外一个node上面 然后我们得到了一个结果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 我们人为的去想象了 我们有一些调度的一个策略 但是这个调度的策略 我们想想是不是还有更优的一些方案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就借助了一些AI的一些方式 来去跟我们做进一步的这种探究来去 那么在这里头的话 我们采用了一些AI的方式的话 这里头主要给大家讲强化学习的这些方式 那么后面的话 我们还有一个通过G类和相量数据库来去做的 那么在这里头的强化学习的话 英文是reinforcement的learning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 我们左边的话是一个比较经典的强化学习的一个方式 在这里头的话涉及到几个要素 这个agent他就要向大脑他来去做这个策略的制定 接下来下面这个environment是环境 那么在这里头的话有一些吸入和输出 那么这个大脑的话会制定出一些action 这些action会处用在这个environment上面 environment会根据这些action的话来进行一些状态的改变 那么它这个状态的改变之后的话 这个environment的话会给这个agent进行一些回馈 那么在这里头的话就相当于给它一个reward 那么这个的话是一个正反馈还不反馈 这个我们不确定 那么这个的话我们就可以应用到我们这个场景下面的话 这个大脑的话就是我们智能调度的这个模型 而这边的这个environment的话就相当于是这个我们kbios的这个集群 那么这个里头的话这个智能调度的话 它主要是来接收这个我们的这个当前的这些状态 比如说它观察我们的这个工作负载 包括e-steel和kepler的一些metrics 以及相应的我们的这个系统的一些性能指标 CPU memory和其他的一些利用率 那么接下来的话它会进行一些思考 然后来生成一些action 这些action会作用到这个环境当中去 也就是到我们的kbios这个环境当中去 然后接下来的话这个环境做出了一些反馈之后的话 它会接收这些reward来进行下一步的这个运算 那么在这里头的话kbios集群这块的话 它是接收这个我们的这些action的一些动作 来去对整个这个集群的状态进行一些调整 然后接下来的话 会生成一些reward来反馈给我们的这个智能调读这一块 那么在这里头的话我们想了 因为我们这个kbios上面的这些状态 到底是什么样的是合理的呢 我们自己想象出的一些状态的话 可能不一定是合理的 所以我们参考了这个kbios的这些文献的话 这里头的话给出了我们一些标准的一些状态空间 因为在这里头的话实际上在这个强化学习里头的话 主要是构造一个q矩阵 q矩阵里头的话它是m称n的一个矩阵 里头这个矩阵里头的每一行可能是一个状态空间 而又矩阵的每一列的话就是take action 那么在这里头的话每一个元素的话 就相当于是说我当前这个状态take action之后 我会获得多大的一个reward的一个情况在这里头 然后在这里头的话我们就会把这个应用到我们的这个里头去 来去分别定义我们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和相应的动作 那么状态刚才我讲到了有kbios里头相应的一些不同的状态集 那么这些动作里头的话 我们虽然这个kbios里头讲了node这个轻和性或者反轻和性或者是通过某些标签 但是它这一些action的话那么我们可以通过不同的选择 就有点像下棋似的是到底往前走往后走 我们这个里头就是这个pod到底放在哪个node上面去 然后我们有几个这个副本数以及我们需要水平扩产还是水平扩产 然后形成一些action 然后针对这些action的话我们会算出一个这个award 这个award的话我们主要是采用三个这个维度 比如说我们的因为刚才我们讲到了要做这个能耗的有罪忧 然后我们性能的罪忧还有一些其他因素 所以针对这个的话我们会把它规一化 然后形成一些权重 然后最后算出一个award来 这个award的话就形成了一个我们m称ng当中的一个元素 然后接下来的话我们就会对这个这个每一个元素的话去添我们相应的值 在这里头的话实际上它每走一步的时候它都会算一个q值 那么这个q值的时候的话会参考这个reward的这个情况 以及相应的这个当前状态和将来状态 因为它有一个要预判它要预判几步它才会好的 所以通过这个来说的话我们模拟了一个模型 然后应用到我们的这个当前的这个场景上面去 然后这个算力的话就相当于是说我们能够判断一下我们这些paw的究竟是放在哪个no的上面去 然后果真的话这个强化模型的话它就给我们推荐出了几个可能的一些走法 然后有一些相应的award那么其中的话有一个就是我给大家展示一下的话 这个模型这个状态就是相当于是说我们把数据库还是放在某一个node上面去 然后其他的这个业务逻辑的话我们并不是放到另外一个node上面去 而是相应的把这个放到了按照KBIS的话比较均匀地分配到不同的node上面去 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就按照这个强化学习的模型的话 进行了相应的验证 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看一下这个部署的方式的话就是通过 刚才Desi讲的就是我们的这个自动调度通过EDCD来去反馈到我们的这个KBIS集取里头 然后得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分配的一个这个pod的一个状态的一个结果 那么有了这个结果之后的话我们同样的话施加了这个workload 那么施加这个workload之后的话 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个P99的延时是绿线的这一条 然后吞吐率是这个也是绿线的这一条 那么在这里头的话可以看出来我们的吞吐率跟KBIS的基本上是平 那么我们的这个P99的延时反倒好一些了 那么这个的话因为我们本身这个均匀性的这个分配 然后导致了这样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结果 那么从能耗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得到了更可喜的一个结果 就是说由于我们要展示这个变化嘛 所以最左边的和最右边的话是我们采用了前面两个场景当中的一个 这个能耗的计算的一个方式 而这个中间的话就是我们采用了新的这个调度策略 来形成了这个能耗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结果 所以说通过这样的一个智能跳动的一个结果的话 我们发现通过这个就机器学习或者是人工智能的话 能够帮助我们去找到一个比人想象的可能更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结果 那么同样的话我们在这里头的话给大家形象的去看一下 我们到底大家哪一种的话大家是一个哪样的一个排名 那么在这里头的话第三个场景的话排名是蛮靠前的 然后后面的话就是前面两个场景 那么再往下的话就是另外一个我们通过这个剧类分析 然后通过我们分析这个我们的这个POD之间的一些特点 来通过我们的向量数据库来进行的相应的这种调度 那么这个调度的情况下的话我们就要分析我们的工作负载的特性 到底是CPU密集型的还是IOM密集型的 然后通过这个的话我们把它形成一些模型之后的话 那么再来新的这些workload的时候的话我们再通过我们实现的模型的话 来进行向量数据的比配 然后来形成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调度的一个策略 是这样的 然后最后小结一下的话 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话是通过Estil和Kypler的话 能够帮助我们来收集到这些能耗的一些和性能的一些信息 这些信息的话对于我们智能调度来说是一个很好的input 那么这些input的话能够帮助我们通过这些比较成熟的一些人工智能的一些模型 来去实现我们比较好的智能决策实时监控和制动化的一个过程 那么再有的话就是从整个的这个验证过程当中的话 我们看出来有一些这个推断的结果是有效的 那么最后的话我们想做一个广告 然后就是说我们Kypler的话这是一个Sustainability的一个这个Ripple 这个Og上面的话我们主要是Kypler的项目 但是我们有一些其他的Colliver 或者是我们的这个Sustainability的一些这个项目 那么这些项目的话也正在就是彭博的发展过程当中 然后我们每周每两周的话会开会 然后大家如果要是对这个贡献比较好的话 我们就会接纳大家去加入成为Mentender 然后这样的话大家可以一起攻建这个我们Kypler的一个项目 也是大家也是蛮open的就是我们很多同事在美国 在印度在日本还有在欧洲很多同事都在一起工作 所以也是蛮国际化的一个项目 所以也是蛮国际化的一个项目 然后最后一个广告就是我们有一位同事在楼下 在这个Kyox上面这个展台是P4A 然后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今天和明天的话他都会在这里头 然后会有更详细的关于Kypler的一些介绍 那好我先挺到这里 然后大家也没有什么问题或者建议 谢谢 好 谢鹏 谢谢团队 我觉得你们讲得非常好 而且工作做得也很好 就是基本上把我们写的那可持续计算白皮书里面那些主要观点 在你们这儿我觉得实现得很好 因为我们要平衡就像你说的可持续和性能安全等等这些关系 你这里面提到了智能化的一些东西 而且你说到用到机器学习模型 深度学习的模型 你具体用的是哪些模型 然后你们现在这个全名大模型 我觉得这个提法就有错误 因为我们觉得是应该用基础模型是吧 大模型只是大语年模型它一种 你们没考虑过用一些比如说 现在比较活的那种基础模型来结合这些主题做一些分析 谢谢陈伯 其实我们没有提大模型 我们提的就是用的前化学系模型和 对 你们用的是 就是Q-Land 现在最热的是大模型 对 所以我们还没有用内容 你们还没有用内容 对 你们用的还是一些比较成熟的模型 对 就是声度学习的 对 做机器学习的 对 是的 好 谢谢 你好 我有几个小问题 就是一个就是咱们这边介绍的这个 就是 在那个真实的生产环境里面 就不知道有没有 已经有这种上线的实用的效果 就是如果有的话可以那个 跟我分享一下 第二个就是那个本身我们这一块的调度 相当于通过AI去做这种训练 包括这种反馈是吗 对吧 就是在这个 就是AI本身 就是我们来完成这件事情本身的开销 这块就我不知道有没有评估过 包括刚才说的那个就是 咱们就是想要用这种项目呢 或者说大概什么样的场景比较适合 或者说它的整个集群的规模大概达到什么程度 我们用这种AI的调度方式才能取得相对比较好的效果 然后最后一个小问题就是那个 我刚才理解的可能就是我们现在通过AI去调度 实现这种它的部署的这种调度 就不知道后面会不会去基于一种更细地度的 比如说流量的调度 去做一些这种更细的这种反馈式的 对 谢谢 非常好 我觉得这几个问题都非常好 如果我记得不对的话 你帮我提示一下 第一个是就是说我们这个用在生产系统上面 整个的这个kepler的话 我们也接触了很多客户 然后有一些客户的话 都是用在生产系统里头了 这里头的话 我应该从我们的meeting minutes 让大家可以去找到一些生产的环境 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我们AI训练的话 对整个系统的一些影响 我觉得你闷住要害了 就是说 我们其实 很多的训练和这个 我们预先的准备这些工作的话 我们不得已的话 挪到另外一个节点上面去做 就是我们没有在这三个节点上面做 否则的话 我们曾经试图 跑在其中的一个节点上 结果把那个节点跑掉 跑挂了 根本就提不来了 所以整个这个训练的开销还是蛮大的 然后再有的话 你讲到是流量这一块的话 确实这个细力度的话就是蛮重要的 因为我们现在的话 可能只是这个实验当中的第一步或者第二步 那么将来的话 我们如果要是对流量这一块进行监控 包括E4Q给我们提供很好的监控的话 包括我们通过一些其他的工具也能采到 每一跳当中的部署的情况 你可以想象 其实我们虽然有比较简单的我们的十几个服务 但是实际上组合起来也是蛮多的 然后它这里头整个构造出这个矩阵的话 时间也是蛮多的 所以整个这个过程如果再加上这个细力度的话 整个这个训练的过程就会非常的耗时 所以我们先从这个第一步来手起 然后这样的话 我们才能够在有限时间内跑出这个模型来 然后来去训练 当然我们如果要是将来设计好了更好的一些优化的点 因为我们现在的话给它提示一些 就是如果要是我们只关键这几个 我们人为先过滤一下 然后接下来的话 只是在过滤的这几个点上面进行相应的这个调整 这样的话算的这个算力会少很多 您问了四个问题好像 我错过了哪个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 就是您觉得咱们这个 就大概什么样的场景比较适用于我们这个 或者是进行的规模 明白 是这样的 就是说实际上我们也做IT这么多年了 可能 关注这个performance也是非常多的 也非常重要的 RAS 所以整个这个就是从性能这个角度来讲 实际上大家已经比较很成熟的这些技术和手段了 但是现在的话包括这些就是我看除了IBM以外的话 国内的也参加过很多研讨会的话 像阿里腾讯 华为他们也建了很多的这些标准和规范来去支持这个可持续计算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 就一定要考虑这个能耗和性能的平衡 因为有的时候这个能耗实际上好了 它性能实际上下来了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 我觉得我们这个方案的话 在将来尤其是在我们探中和探达峰的这个大的背景下面的话 是一定要考虑的一个这样的事情 所以在这块的话 所以可持续计算这块的话 可能我们的大背景都在里头 然后这个小的这个环境下面的话 那么可能是有一些企业先走到前面了 但是可能后面的话也会越来越多的企业跟上来 来去做这件事情 好 谢谢 你好 就是那个我问一下 就是前面有一张图 就是我不知道就是谁说都可以 就是那个Captor那个 我看你们主要采的是那个CPU的相关的数据吗 就是有几个问题 就是我们那个 对 就是 就有一个metric那个 对 它主要是一些CPU的数据 就是 但是我们的 就是反正就是我们平时工作的经验上来讲 反正因为 就是能耗这件事情确实是很重要 就是说 因为它会影响到 那个商家密度之类的东西 它实际上本质上除了性能 其实还有成本 就是反正它确实很重要 但是我们在工作过程中 它可能会有一些问题 就是说 是这样 就是这个功耗呢 它是这样 就是你除了在调度上优化的时候 其实还有一些是 如果你调度没有办法避免的时候 它实际上就涉及到capping嘛 对吧 就是说 其实能耗本质上 本质上 就是我的认知啊 它和频率相相关 对吧 就是和主频之类的东西相相关 或者 当然你说的这些就是 你把CPU利用率降下去 它肯定是有用的 但是 我们实际测的效果是说 你CPU降下去 其实和频率相关性非常非常高 然后呢 但是我的问题是 就是 CAPLA本身它会考虑就是 比如说它的Action嘛 就是因为你除了调度以外 你除了采集以后 有没有一些主动限电的策略 就是capping的策略 但是capping呢 现在我的认知就是 一个机架上 或者是一个服务器 它本身能耗CPU只占一部分 对吧 它其实如果你跑EGO的话 那EGO其实更是大头 就是GPU或者是内存带宽 比如说ARM的那种带宽 它就也是大头 就是后面 我不知道就是社区上 这块怎么考虑 以及这块 你们有没有一些 后续的一些规划 好的 谢谢 这个问题也比较深入了 正好我也做过一些研究 因为在这里头的话 CPU这块是最显眼的 或者是说 刚才这位同事讲到的是说 跟主频相关的 那么这个 除了这个CPU以外的话 其实内存包括IO实际上 这些的话实际上 或者包括EGO系统的这些的话 也是会有影响的 但相对来说的话 内存的消耗会比较稳定 比如说一季的话 大概是0.04千瓦每小时 就是说这块的话 相对来说 我们如果申请了多少内存的时候的话 我们一般按照这个数目 就能算出来这个能耗 那么包括IO的话 我们有不同的这个device 那么有一些的话 是比较固定的 就本身数据传输的 但是也有一些 比如说加米卡 IBM很多加米卡 实际上它的能耗也会比较耗实 或者GPU的 刚才你讲到的一个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有一个 这个accelerator和这个customization的过程 那么这个过程的话 实际上社区也是非常欢迎大家来去 针对于自己的场景的话 来做相应的扩展 那么这块的话 能够扩展出一些 大家适合自己场景的一些 包括这个建模的这块的话 也是我们社区里 有比较完备的文档 怎么样的去训练出一些模型来 然后把这些模型 加载到我们的这个 整个的capular的项目当中去 所以这位同事讲到的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是我们现在给的例子里头 CPU是占大头 大家看到的 但并不是唯一 我们其实很多研究的话 也都扩展到方方面面 然后实际上在这里头的话 不同的这个 比如说IBM的主机和这个我们X86的话 实际上我们模型是不一样的 我们正好最近我们正在做IBM主机的这个 集成和这个capular 所以整个的这个大家的模型是不一样的 然后也相应的这个考量方式也是提供了另外一个角度 所以也非常感谢这位同事帮我们透开了思路 您好 我这儿来去补充一个问题吧 就是刚才呢咱们这个讲解其实全都不从能耗这个角度来去讲 那我觉得说应用在跑掉咱们的实际的这个 K8S环境当中的话呢 还有两个更重要的指标 一个就是稳定性 第二个是冗余性 因为从稳定性上来说的话呢 那个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测试环境 而实际生产环境当中的话呢 微服务之间的这个依赖关系可能是一个完全网状的 相对来说是比较随机的 因为它是送我盒嘛 安需调用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这个就是经过深度学习 强化学习 他得到这个结论 他是在这个Runtime的时候去强行的去介入去调度呢 还是说是在下一次部署的时候去调度 因为我看到您这个在Kepler 去调度的这些策略的话 全部都是K8S群群自己提供的一些原生的策略 然后是在这个调度上面去进行干预 那原生的这些策略它进行调度的时候 它其实是在下一次部署的时候 或者是外部环境发生了变化的时候 它才会触发这个动作 那如果说您这里去强行继续干预的话 那是说就是运行式环境直接进行干预了 还是说OK 我也是下一次部署的时候 比如说发版啊 或者是有这个外部环境发生变化的时候 进行干预 对 我觉得你这个问题也是非常好的 其实我们这个实验本身是找到了一些 可能的调度的一些策略 它是需要改变 但什么时候改变 其实这是一个很开放的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本身部署好了之后的话 它本身在那个运维 如果你要是强行的做了的话 对 就像您刚才讲到的 我们可能稳定性 冗余性就会上市 所以这个整个事情的话 并不是说我们找到了一个好的 我们就去赶紧去改了 而是说刚才您讲到的 可能我们下一次部署的时候 或者是一个比较Idle的时间 我们再去再去有一些调整 OK 是吧 然后第二个问题的话 是冗余性的问题 因为如果从能耗这个角度单独去讲的话 比方说我们有 如果有10台服务器 那可能平常的时候呢 会保证说 所有的这些Pod 全部都分布在这10台服务器上面 但是呢 它一定不是一个能耗最低的选择 如果从能耗最低的角度来讲的话呢 那可能是 就是咱们为每台服务器设定了80% 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法指的情况下 它会尽可能的去部署在 5台或者6台的服务器上面 可能其他的机器就会 被那个集群的策略 去在资源池面去删减掉 那这种情况下 如果说在既有的这些节点 发生了故障的情况下 那么剩余的节点 还能不能将当前 所有Pod的这个容量 全部都负载掉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问题 所以从冗余性角度来讲 可能也是要有一定考量的 没错 Kepler实际上 您可以看到实际上 它会部署到所有的 Running node上面去 所以它会采集 所有的当前的这个 副本的这个能耗 那么如果要是 比如说某些副本 它发生了迁移 或者是发生了 这种推出的话 那么或者减少 或者增加的情况下的话 它实际上就是给了我们 一个指标 它不来决定 我们到底是 应该不应该把它杀掉 而反倒是 我们刚才讲了 通过智能调度 来提供一个策略 或者是说我们 通过后续的方法 介入进来 来去做一些调整 所以它更多是一个 一块表 我们管它叫做meter 然后这个表的话 来去帮助你 提供更多的一个指标 使得这个可观测性更加完整 OK 好 谢谢 好 谢谢 好 那我们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开音设计 欢迎大家加入 然后有什么问题 可以给我们开音秀 可以联系我们 好 谢谢大家